武汉肺炎疫情席卷全球已经造成了全球330多万人确诊23万人死亡 相对的民众身体不舒服也比较不敢上诊所看病 再加上台湾放五星价人数暴增就怕因此成为防疫的破口 在基隆有一家耳鼻喉科诊所就把挂号费降到50元铜板价 让有症状的人可以在没有经济压力下就诊 也引发了网友热议 直呼这真的是世间少有的佛系医生 诊所柜台上贴出告示说手头不便者只收50元挂号费 这是基隆一家耳鼻喉科诊所在疫情发生后 发现民众不敢到诊所看病 再加上放五星价人数增多 想以这种方式为社会尽点心力 五星价什么的确实是蛮苦的 这时候如果能够稍微一试一试 这个没什么伟大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是小事一桩 我自己也很感恩 所以觉得这样很好 大家都高兴不是很好吗 就是他很有爱心 就是大家一起共同时间 看病从纸钞变成铜板价 有民众把医生的暖心举动po上网 立刻引起网友热议 直呼医生是人心人数好善良 口碑很不错 所以带我妈妈来这里 等于王医师这样的一个举动 也帮助到一些人 类似的善举在南台湾也有 疫情非常时期 让有症状民众勇于就医 防堵疫情破口 也让人看到台湾另类最美的风景 记者蔡志恒吉隆报道